我こちら说 准备 最后浅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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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准备 inminal 开始 I don't like electric 非常感谢 谢谢北京 ありがとう こんにちは Fukuhalaです 欢迎来到福源的频道 这期视频是我们的好朋友Kenjiさん 北京之行的后半部分 今天的第一站 就是他要求一定要去的长城 我们这次去的是水关长城 并不是八大里长城或者金庸关 原因很简单 这里人少 用时也短 据说水关长城是最考验体能的 不过对于老公和Kendyさん来说 应该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这次爬长城呢 只有他们两个人 因为我恐高 就在下边走了 看着 Hi Looks easy Easy? Looks Looks 也算是爬水关长城的小窍门吧 才刚开始 Kenji-san已经是赞不绝口了 这边是摄影机 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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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ji-san一直在用手机录像 因为这绝对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很难得的体验 尤其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 画面里的每一帧都是十分珍贵的 在城城上拍下这宝贵的一刻 在城城上拍下这宝贵的一刻 这宝贵的一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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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那我们的名字 啊 对 拜托我 对 Michael Jackson Kenji-san已经玩新大棋了 1 3 OK 压力 压力 太压力了 哇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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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压力了 太压力了 谢谢 不到长城非好汉 今天Kenji-san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最想要去中国最大名称 万里の長城 早距離 21,000km以上 当たり前ですが すごく長かったです 言われているのが 長城に行かぬは男にあらず と言われている場所で 僕も体験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すごいアップダウンが激しく すごくハードでしたが それ以上にスケールのデカさと 景色に感動しました 昔の中国人はすごいものを作りました さすが2万キロなので 全部は無理ですが 僕も男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長城上的景色 真的是太美了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風景 Kenji-san都不想錯過 回程的路上 還遇到了其他的遊客 sure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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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2,4 1,2,3 4,3 3,2,3 1,2,1 It's not nice 3,3 4,3 19OOM 1件の取り揮 1 האל 又遇到了来时的那个工作人员 相对于人山人海的八大岭长城 水关长城的优势呢 就是你可以停下来 慢慢地欣赏 感受雄伟的长城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其实最难的部分还没到呢 这种近乎于直角的感觉 可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吧 天机上乐在其中 每一步都是那么的开心 成功返回了 长城脚下的石佛寺元朝末年修建 据说康熙也来过这里 这次没有天坛的那么长 万里长城 天机上的心愿达成了 午餐是朋友推荐的川菜 大大的惊喜在等着天机上 四川兔头 这也是天机上的又一个第一次 这也是天机上的又一个第一次 你害怕 你从来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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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在乱会 还没见过 他们吃了 很像我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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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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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很酷 很酷 試一下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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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这句好吃 说明了一切 好吃 很酷 今天是以辣为主 很酷 很酷 骗鸡丧已经是大恨迷离了 很酷 好吃 从一开始的怀疑 到吃第二个兔头 实锤了 美食无国际 同时也说明了 骗鸡丧的失严能力还是很强 现在的骗鸡丧 已经可以拿着兔头丸了 那一个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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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很酷 现在不是很酷 很酷 之前下雨的时候去了烟袋斜街 今天下午南罗骨巷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刚走进来 然后Kinjiさん就说这里像东京的浅草 有很多很多的游客 这里的每一处都充满着中国严肃 好吃的果干 灵动的人偶 儿时的记忆是吹唐仁 超美的旗袍 自然也少不了北京的特色 冰糖葫芦 按理说冰糖葫芦是冬天的吃 但是呢今天还是让Kinjiさん尝一尝 因为这是北京的味道 这里是中系 之前有粉丝留言说 Kinjiさん像金城武 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进去也尽休想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 每一处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每到一处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Kinjiさん听得也很认真 看来他是真的喜欢北京 我们的南罗之行 马上就要结束了 下一站是景山公园 对于没有预约到故宫票的人来说 景山公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公园被装扮得很漂亮 多才多艺的爷爷奶奶们 尽情高歌 也是这轻松愜意的氛围 周末景山的人非常多 周末景山的人非常多 心得浄化了一种 素晴らしい宮殿 感到的感到 下次再回来 一定要提前预约故宫的门票 今回一番一番大事 やはり北京の街と人間です 街はゴミもなくとても綺麗でした あと空ですね 自動車やバイク自転車の交通手段が ほとんどが有利用化されていて そのおかげで 北京の空は僕の住んでいる琉球と 変わらないくらい 青い空で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皆 さん気さくでとても親切です 道を聞いても優しく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割り込みする人や マナーの悪い人はいませんし 車のマナーも気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途经中南海 北海公园 天气桑也是兴奋的 来北京 当然要走一次长安街 因为天气桑时间有限 所以呢 这次就坐车感受一下 雄伟的天安门吧 今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好 蓝天下的天安门 显得格外耀远 让Kenji桑更加意外的是 大街上有这么多的骑行爱好者 而且还有自行车专用道 晚餐前逛一逛商场 这里的新能源电车 Kenji桑被深深的吸引中了 迫不及待的想感受一下 中国科技的魅力 天气桑拍摄的很仔细 不希望错过每一个细节 我也只是在新闻里看到国产新能源车的一些报道 当真正面对变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科技的变化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有多大 中国科技的总ven 国陆反哒 州科技的小 revival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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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3分钟 对 10,000匹 很大 商场里的小机器人也格外嫌疑 Kinji-san在李宁的专卖店里 给孩子们买了礼物 他说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第一个在冲绳穿中国名牌的 今天的晚餐 我们选了广市餐厅 让Kinji-san品尝一下 中国各地不一样的风味 第一次品牌 品尝鲸鱼双皮奶 什么呢 什么呢 有什么味道吗 什么呢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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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是吧!是吧! 我的妻子很不ig 细细品尝 这是一个食客对食物最好的表 还有串义的一个菜 调皮的肩脂肪 开始了他的书法首秀 味道不错的一家餐厅 游走一天之后的放松时光 时间总是很快就过去了 明天我们就要回冲绳了 短暂的北京之行 对于肩脂肪来说 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对中国全新认识的开始 大家别走开 后面是肩脂肪的专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大体 грн 雞... 沖縄には蚊 北京には羊 北京は羊 最初羊食べたら口に合う? 羊は癖が好き 全然... 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ただ食べ過ぎて 翌日朝 蚊が 臭味道 的味道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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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郭区はあまり 打てないですね 北京郭区は 食べれないですね 沖縄は無いですね 沖縄は無いですね やっぱり 敷居が高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なんですね 東京しか 打てない 東京とか 其實有很多時候好像居想 campus也一樣 version 好嗎 來tektaton you know heitsgynán klowen 的時候 裹勢 駕駛 每次都要去OME 是否會在沖縄上去看? 是否在沖縄上去看成空間差別人的通常 普通的話潮流出的也是 但是沖縄在沖縄上去看啊 沖縄は海の前で 朝早くみんなで体操してたりとか ゲートボールしたりとかはあるけど ああいう感じで みんなで それぞれが楽しんで 仲良くや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 すごい見てて面白かったですね 初めてカチャに 沖縄のカチャ足を披露してきました 楽しかったです 普段あんまり ああいう事しないですけど 楽しくてやりました 女の子 中国の格好やってる子 一緒に写真撮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 王様の奥さんとか 王族が着る服ですよね すごい可愛いですよね すごい可愛いし 綺麗 お話ししたら すごい写真一緒に撮っていいですかって言ったら すごいね 喜んで一緒に写真撮ってくれたし 車乗ってる時に窓開けて 向こうに二人いたんですよ 二十メートル先ぐらい 僕こうやって撮ってて こうやって 車乗ってるからって言ったら 手振ってくれて すごいフレンドリーですね でもこれ 本当に今回一番だったんですよ 持って帰って喜ばれたんですよ みんな好き お湯入れて 簡単に飲めるし 美味しいし あんまり沖縄って豆乳って スーパーとかに行って 調整に飲みやすくされてるやつとかは多いけど こういう粉で インスタントコーヒーみたいに できるのはないから すごい面白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甘いんですよ ちょっと甘い ちょっと甘い あとは朝食 朝食の印象はどうですか 朝食 お粥 お粥いいですね お粥いいな 絶対 身体にもいいし 手軽だし なんか ああいうのもっとあれば 忙しい人でも ちゃんと朝食をとれるし いい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みんな 普通のご飯 毎日食べれる コップにお粥が入ってて 太いストローで飲めるから 歩きながらでも 車乗りながらでも 食事できるし はい これはすごいいい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電流だね あと豆乳 豆乳も 今度チャンスがあれば また中国に遊びに来た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来たいですね また 北京もだし 上海もだし 行ってみたいですね 家族一緒に 家族一緒に はい 非常感謝 シェシェ ベイジン アリガトォー フェイトン スガーシェ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